要讲一些他一些的发表 那我想说 黄泽 这个书要送给林医生医师 随便我们世界养生委员会的假师拼书 也顺便颁给我们的林医师 感谢 感谢 这张我把书家修成联合过 他就想说比他敏感一点 在台湾我们先写世界养生委员会 来 看这边 好 看这边 好 看我这边 好 看这边 没有人这样搞 你要去摔下去 你可以弄上来一点啊 这样 今年年底要再版 因为今年我们那个 过来一点好不好 这个靠近 今年有本的书家要拜给他们 因为这本书要修订 谢谢 叶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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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前奏的时候轰动前奏 好 看这里 来 看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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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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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use jo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可以談到很多不管是自然醫學或者糖量醫學 或用各式各樣的名稱 我們來看看世界衛生組織是怎麼看 世界衛生組織定義整個傳統醫學跟現代醫學 另外傳統醫學裡面 大概是幾個文明祖國 包括中藝、藏皮、維吾爾基等等這些傳統醫學 現在醫學裡面 各位像看到西醫的這一部分 它定義叫做對抗醫學 另外還有一些孔幽扒子 雖然是看起來跟西醫很不一樣 英國、歐洲很流行 順勢療法 因它發展的時間比較近 所以把它定義在比較近代的醫學 傳統醫學裡面 這次在大陸就辦了一個 在山東辦了一個傳統醫學的一個大隊 我們邀請回去 我們來看看斯基維斯組織怎麼看這個事情 斯基維斯組織叫做WHA 他曾經在第五十六屆的大會 台灣一直想去 他一直有一些困難 後來妥協部分也可以用觀察員的身分去 在第五十六屆這一次我是有去的 那一次就通過一個決議案 世界衛生組織對傳統醫學策略的決議案 裡面就提到說 希望有一個國際的計畫 這個計畫 基本上有四個目的 希望社國在政策的制定能夠比較明確 第二個能夠加強安全性 有效性還有一個軍醫性 今天各位談到很多的醫學的一個方式 最後都會被挑戰三個事情 第一個你是不是安全性 第二個你是不是有效 另外一個就是 那你今天做跟明天做 去年做跟明年做 是不是一致 那如果不一致的話 那你講的到底是一個個案 還是一死的現象 還是這個人家也可以照你這樣做 那就是在線性的一個問題 所以安全性 有效性 軍醫性 那今天我們是來這個大會 那這個概念 大概就大家帶回去 那說明很多人也知道 那你講的孔墨恆徽 佗佗四道 那傷及無限 那傷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如果有人去法院或去衛生局 跟你講說你跟他收了三萬塊 那結果呢 沒有效 他覺得被你騙了 那這時候你會 你可能就會被請去喝咖啡 那喝咖啡的時候 他問你三個事情 這個東西是不是你 說是 那你是不是跟他有關 對對 他這個部分成績去找他 他就說那好 他就問你三個問題 安全性有效 軍醫性 他再來問你 你用什麼射證去處理 他馬上就會在 有一些灰色畢帶一支麻痺就會過來 所以我們在 各位大概都是意見領袖 某一個療法的一個部分 那如果有心要耕耘 這樣一個部分的話 那一定要 從這個部分裡面注意 好 那怎麼樣 除了西醫中醫這些正規的治療以外 那事實上還有很大的一部分 世界上呢 或者因為經濟的關係 或者因為什麼總統原因的關係 西醫或者是正規療法 並沒有辦法 補齊到所有的人 還有很多國家窮到 在他的貧窮線以下 什麼叫貧窮線呢 就是一天送不到一萬元金 那一年呢 送不到差不多六十五萬元元金 那這個在貧窮線以下呢 你想他怎麼去接收西醫的一個事 那國家一定窮到沒辦法卡 這時候呢 連烏鷹都算一種治療 那所以 在這種情況底下 這些怎麼樣 讓民眾能夠得到可敬性 那適當的一個合理的使用 所以世界衛生組織 他並不是在 講這個不在推廣中醫 他就是說 各個國家各個民主 他有他的傳統醫學 那這傳統醫學需要被重視 達到照顧民眾健康 或者他的生精靈的 這個固定照應的一個普及面 所以他在2002年到2005年 就有一個策略報告 他之後陸續版本 那新的版本 那個也出來 那一樣的 他就說 整個傳統醫學跟CAM CAM就是 complementary 跟 alternative medicine 那就是輔助或者另類 那剛剛我們講氣功這一部分 從現代醫學裡面 就把你當in-day in-day in-day就是說他不太懂 那你好像都可以取代他 那這部分他看得很奇怪 就叫in-day 那輔助就是說 基本上認同你 認同你 所以呢 以我為主 那你來幫助我 所以叫我輔助 我為主 我西醫為主 按得來輔助我西醫 所以一定要輔助 但是我們氣功絕不甘於說是西醫的輔助 我們一定說 但某一些情況 你吃不好我可以吃得好 所以他們就說 那你跟我不同類 有時候 我可能不相信你 但是你也覺得你可以取代我 所以這叫in-day 所以這個 complementary跟 alternative 就是一種替代療法 替代療法 替代療法有點歧視 所以就要替代誰替代療法 所以我們今天談這個事情 是一個世界價格的問題 就是在世界衛生組織 他有一些層次在看這件事情 看傳統醫學 世代文明古佛 或其他部分 那有些人 武術跟定類 這些部分 那不管你是傳統醫學 是武術醫學 或現代醫學 那你一定要問自己 那別人也會問你 你的安全性怎麼樣 有沒有風險 那就是有一個西藥 那個重要的廣告商 就是說 西藥也是這樣 先求 抜傷身體 再求有效 那就是安全的一個概念 那所以安全性 有效性跟均衣性 就是說品質的均衣性 這個方法有在線性 那世界衛生組織 它有很多區域 那有一個西太平衛地區 也有這樣的一個情形 那最後整個部分 那以美國那麼強一個國家 那麼富有一個國家 但是他的健保的覆蓋率 他事實上比台灣還不如 台灣是99.9 那美國那麼強 但是有些人很有錢 可以付的 有些人是沒有辦法 他大概覆蓋率可能 85 上下 還有什麼標準 那才很多人買不起保險 那就必須接受很多的一個方式 所以白宮為了照應 他更多的民眾 他後來在白宮設立一個委員會 像是CAMP的一個委員會 Mission 那慢慢的FDA 開始有一些也接受 這種小抗菌類的這樣一個產品 那中醫或者一些草藥等等 也受惠 慢慢有一些新的藥證出來 那整個台灣在整合這些 傳統醫學 進到現代醫學這一部 我們中醫是整合的 但是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這些所謂民俗療法 那從政府的角度 他是把它當作民間習用的療法 就叫民俗療法 那這個民俗療法三個是病濟 那整個FDA組織在傳統醫藥的一個部分 大概就是這樣的角色 那台灣也是世界的一法 所以我們 那時候我們在衛生組當主委的時候 藥證助 藥證助等等 對於這些所謂民俗療法 對於所謂CAMP 或者是各種PM 還是有某種程度的關注 做了一些研究 並不是完全不予理會 另外其他就是中醫的一個發展 那今天這個場合 我就不特別去強調這一部分 那這是我們對藥的一個部分的一個發展 那最後我到願意說 我今天跟各位捷緣的一個角色是什麼 那我過去在政府 我是西醫也是中醫 那我中醫 長正的中醫是我去創生的 1996年到2001年底 就當中醫部的副組合三個六年 那之後呢 就到衛生組 就主管全國的中醫中藥廠 還有中醫診所 所有的中藥廠 中藥商 中藥房等等 另外中醫的研究 一年大概一億以上的經費 那之後 我離開之後 我現在是在慈濟 那中間曾經有一段時間在國立大學 北部的國立大學 那跟各位跟大會主題有關 就是CAMP的這一部分 北部是很有興趣 北部有一個中西結合物理研究所 那針對它裡面有很多的儀器 是檢測儀器 比如HRV 或者是麥波的儀器 那或者是這些能量的檢測儀器 那或者是什麼能量床 外線等等這些 那所以呢 如果各位對你的療法很有興趣 也想把它推广 得到一些證據 那可能需要一點學界的背書 那如果各位有興趣 可以跟我談 那個先線從北部那個研究 他有一個研究所 他有一個研究室 很多房間 那裡面有各式各種療法的研究 那你也可以把你的療法提出出去 但是他有一定的一個 有一定的證據於選擇的檢測 或者證實的方法 那我到慈敬之後呢 我發現中醫師也要找這些 那西醫師中醫師大概 可能要開放慢一點 需要找這些 所以我們也有一個研究室 很多房間 那如果你的療法 覺得怎麼樣我們談一談 那你可以我們來寫一個 那個採集合作計畫 那一起來做一個研究 如果做一個研究 有學術單位 證實 然後也有知名雜誌 能夠得到 他的一個發表接受 那可能你 這項產品 或者這項技術 很可能就很快就會 在世界的一個 主流的雜誌 主流的圈子裡面 得到比較 比較高度的一個認可 那也許你的人不在乎這個 但是如果 你要走很長遠的話 可能 慢慢的也需要 這樣一個背書 那以上我就說到這裡 想念各位 謝謝 謝謝我們的林姓理事長 我們的林醫師 我們這個 中華美國人量益協會 在這個引導之下 代理之下 也在這個 102年 那時候集合了十個 十個協會一協會 在這個台北市 就是 武華文教會廣 風風烈烈的辦了一個 整天的大型論壇 也就是 實證輔助醫學的論壇 包括鐵衣 才說說 醫藥大型 也就是醫師 跟這些 輔助一些自然醫學的藉藥 的詐騙師 那台大校長 有情緒會合 我覺得 這打架了一個 台灣 為台灣 再列列一些 輔助醫學打得 一個很好的協助的基礎 我想這個是 功不可沒 我是不是也是還是 替我們的林欣醫師 來雙手鼓掌 來感謝他 謝謝 謝謝 再來我們請那個 電子商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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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好朋友 那個 誰啊 那個 剛剛林醫師有強調 有需要跟他做結合的 私底下可以找他聯絡 以後的產業能夠更強 王國會教授 對 那對 那接下來我們電子產業 王騰輝博士 有在嗎 王國是 來看看外面 外面少想 現在還是外面 你看看 很早就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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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王國會教授 王國會教授 好 那就那个 林林先上好了 林林先上 好不好 你的东西也是 你的东西上来了吗 有没有放进来 哦 来来来 全部都先到前面 先到前面 我们请那个景文科大的王鹏威教授 好了 掌声 来来来 谢谢 好 謝謝這個州理事長的邀請 今天很高興跟大家來分享一下這方面的主題 特別是電子商務醫療使用 這個是個人簡單的介紹 這裡當然是跟因為在民國86年的時候 國內第一家這個網際網路提供服務者 跟那個支社會 支社會第一個把他的那個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寄轉給民間公司 那這個相當就是這一家 那時候做電子商務 這算是國內裡 算是網路泡沫的第一波 所以那個算蠻久 大概做電子商務 那另外當然也延伸這邊做了一些網際網路的運用發展 那大概這個是跟今天主題有關的 其他就打混 不過剛才那個國慶醫師 國慶院長建議一下 我說他專利那麼好 怎麼申請新型而已 是不是應該申請發明 這個參考一下 那簡單的大概這二三十年 大概做這個資訊 也就是說我們在整個過程中 從現在大家最熟悉的大概最接觸的就是這個大數據 BIG NETA 就是海量資料或者是巨量資料的分析和應用 那最早是資料做處理之後成為資訊 資訊 資訊呢經過整理以後變成知識 產生價值 知識呢萃取 提供我們做決策參考 變成我們現在的所謂的智慧 所以就是智慧財產 所以這個是有相關性的 看起來好像很多 但是就像我們這個 國慶院長 講的這個身體健康 實際上那個氣血 還有這個都在一起 同樣的 我們在處理資料 資訊 知識 知識 智慧其實也是穿接在一起 那智慧財產 當然也就是這樣的萃取出來 得出來 所以剛剛那個 國慶院長這邊講的 感受很深 從那個一般人的狀況 甚至我們那個州理事長 跟那個那個 陳黃舟這個氣功大事 從這個一般的人的健康 到那個梁理事長 這個睡眠 到我們的 我剛才就貼了一塊 這個軟 針灸 那這個大概都是有關的 那同樣的在我們科學裡面 在我們這個資訊科技裡面 那現在大家 現在所謂的生產力4.0 也就是說 用在工業就是工業4.0 用在服務業就是服務業4.0 那4.0裡面很重要的就是補效 第一個 當然就是我們的自動化 第二個 就是我們現在的智慧化 第三個 就是我們現在 大家都在用 就是 Internet 網際網路 有的人現在叫做互聯網 有人應用到互聯網 那這個整個大概就是 網際網路的一個應用發展 那第四個呢 就是雲端運算 雲端運算 不管是我們手機上的或是我們電腦上的 怎麼去做一些雲端運算 那第五個就是我們現在說的 數據分析 就是現在大家常講的 大數據或是相關的一些 資料的科學的一些發展 簡單看大概是這樣 所以這個 周理事長特別說 找我 是不是想想這個電子商務的醫療應用 當然時間不多也只能等 那這裡是因為就是剛好也是這個軸線 所以智慧財產有這樣的一個事情 那這裡簡單 這我們以前做的一個 就從工業時代 到農業時代 工業時代 商業時代 到電子時代 到知識經濟 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很快的大概就是用 現在是要用腦 要怎麼去萃取我們的知識 怎麼得到我們的東西 那這樣一個過程 怎麼建立我們的SOD 那就是我們的智慧財產 IP就是台灣叫智慧財產 大陸叫做知識產權 那這樣子的一個發展 怎麼進行 那這是我們設計的一個動畫 然後把那個logo slogan放在裡面 所以呢走在這個ERA的時代裡面 我們怎麼去運作和發展 這個大概是這樣的一個背景 那也跟大家做個簡單的分享 所以呢我們現在大概就是 以科技加值智慧 以智慧創造商機 這個隨著我們周理事長的腳步 一起來發展 甚至我們的國慶院長 一起來不管是難性還是悲傷 那簡單看 台灣制裁大概有做這樣的一些活動 這樣的一個經營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特別的是大概也成立的一個經營局 那也這邊跟預告的就是跟 周理事長來要做一個相關的一個作業 譬如說這個 下禮拜二 我們會辦一個這個 經營充電會 給基金學院辦的活動 那會這樣的一個事情 那這個呢 當然不是絕對的重點 這個重點主要是 要跟周理事長 共同來做這樣的事情 也就是剛才跟周理事長討論 是不是來發展 一個我們基金學院做的養生研討會 然後整個去推動 每個定期辦的養生研討會 那今天有關的這個專家 我們呢 邀請他們 從周理事長 到我們這個田教育長 到我們這個代教授 甚至我們這個魏博士 甚至我們這個吳處長 甚至我們這個林老師 這個高院長 還有我們的梁理事長 甚至高老師 黃老師 我們來怎麼去做一個相關的研討會 來跟大家做進一步的發展 大概有這樣的一個構思 所以整個 這樣的一個背景 就是我們做基地學院的一些 一個跟中華養生協會 還有這個世界養生大會 一起來合作的事情 所以裡面的特色當然就是很重要的是 養生健康服務 所以今天看看是不是周理事長 這邊我們今天來的朋友 假如要參加這個 我們本來是有這個 年度的以及優惠的會員 沒有團體會員 今天參加的 是不是可以給他們更優惠 本來是一四三百 那這個腳三千 可以參加十二次 十二四百三千六 那今天參加的 是不是還有什麼更優惠的 還有這個 打折是不是 對打折 打到骨折是不是 骨折 就怕那個周理事長 要脫褲子給人 那試一試有更多的贈送 應該是不超所值 價錢可能是最基本的費用 其他的應該是增加的 謝謝 所以整個這裡順帶一提的 大概有這個 所以做我們以前做的這個 智慧財產 也就是知識產權的 這個專業人才的訓練 那以前幫智慧財產的一些輔導 有做過這些東西 所以假如各位朋友 假如有相關的智慧財產 要進一步作業的話 我們可以來幫忙協助做一些 輔導部分的事情 智慧財產大概也有做這些 甚至我們可以做相關的資訊系統 所以整個來看 我剛才說 從資料 現在大數據 到我們現在資訊管理的應用 網際網路的發展 還有我們萃取相關的價值 然後產生我們決策的參考 那整個人智慧財產的價值 那到底是只是來花錢的 我們這個剛才 前面有人說 我們這個周比提長 這個做工藝 其實工藝其實 是不是還有可能產生更多的價值 那也許我們來這個去發展 所以智慧財產的一個金字塔 我們也成立 也給大家做個參考 所以呢 回到今天的一個主軸 就是什麼叫電影商務 這可能有些人都知道 那這樣的一個角度 我們來看 那其實在資訊科技裡面 資訊技術裡面 最重要的就是要讓我們 降低我們的工作時間的成分 加快我們的作業速度 那電子商務其實是 基本的出發點也是如此 那基本上做商業 大概都有三個方向 一個你誰買 買了多少 就所謂的資訊的一個 流通作業 另外花了多少錢 錢要怎麼繳 錢要怎麼收 也就是我們現金的一個主力 一般的金額 那另外呢 我買了什麼東西 不管買了產品 還是買了服務 那你什麼時候給我 什麼送給我 所以呢 商業活動大概就是 資訊流物流還有金流 這樣的一個作業 來看看 我們電子商務怎麼去發展 所以呢 現在的 跟傳統的 還有現在實際上是差不多的 也就是說 我們從供應開始 我們的上油原料流 我們怎麼去處理 得到我們相關 我們可以去生產 做成半成品 或是成品 那這樣的一個過程 然後進了我們去 我們去做出產品 做成商品 給我們的客戶 整個架構 大概 現代和以前都差不多 只不過現在呢 會更增加一些所謂的 標準化和這個 這個 明細 也就是說大家可以認同的一些 單價 那整個呢 供應 就是說我們從這個 上油的原料商 一直到我們的工廠 到我們出貨 出產品 給客戶 客戶甚至去商品的一個交流機制 就是整個呢 大概也就在這樣的一個環節上去作業 那以這樣的角度來看 我們醫療裡面的 基本的應用 那醫療機構當然主要在做這件事情 那我們今天講的醫療應用 我們應該是以醫療機構來看 好 那那個 藥房啊 藥局 剛剛我們都會衍生的一個應用 那所以醫療機構大概 不理施政主主要的三個功能 那 目前大概常用的 就像我們剛剛那個 高醫師 高院長都提的 就是說 會傳一些這個影片 或是我們X光的一些照片 或是傳遞來做 或是線上的那個 我們其他的好朋友 或線上的一個診療 大概會有一些這樣的應用 那 甚至 也就是說是PEPS 這個醫療影像儲存的系統 那或者說 醫院和醫院之間 怎麼去交流和互動 那 甚至現在國外醫師 當然也都有在做一些事情 就像高院長 在做申請專利寫那個報告 寫那個期末報告等等 或是去研讀俄羅斯的一些 經驗和資訊和這個文獻 那整個的國內的醫療機構 大概醫學中心大概會用這些事情 來做相關的事情 那 那 區醫院 會做這些事情 那 這邊大概會有這個 那 地區醫院 大概 那 我們前個整理大概有這些東西 那整個 這樣一個背景 我們就回到還是一樣 資訊 到底怎麼用 資訊 到底怎麼做 那資訊 我們剛才講 降低我們的 時間成本 降低我們的 工作成本 加快我們的反應速度 那 具體的策略 我們現在 講的都不是說 只是 歐趣 那 我們現在都要怎麼樣進入 做更深入的 也就是用 腦袋 來用知識來作業 那知識作業 當然就是我們說的策略 以前呢 都是單B 或者是 見招拆招 那我們現在的過程中 經過這麼多的累積 那我們要能夠用腦袋 用腦袋 大家就 時常談論 就比了路拉克 談的三個基本策略 就我怎麼去 用成本去帶動 就像我們剛才的主持人說 達到對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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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句話 今天十個人以內 對折 有聽到嗎 超過十個 趕快喔 十個以內 另外 這個 成本的 價低 當然是我們每個人都知道 另外呢 就是怎麼跟這樣不一樣 像我們剛才梁理事長 他這個 軟 針灸 他這個 睡眠 訴求 他跟別人的 這樣的服務的差異 另外呢 大概在外面 年輕人 我們大概這個 這個 少年 少年一下 這個 張先生 在這邊 他也很優秀 又是這個 太極 專家 又是和氣道高手 還是這個 整級師 那位 現在 我們現在 辦理當教師 好像我們 哈哈哈 謝謝 那就是說 這個 那我剛才講的 他很優秀 很多才多藝 但是呢 怎麼把它集中化 他說我們來幫他做 一個叫塑身 一個幫他量身打造 對我幫他做顧問 怎麼樣變這樣的事情 那整個成本領導 在醫院使用 大概會有這樣的一個結構 那 那成本領導的話 就是 連續這三個 我們來簡單的看一下 醫院呢 大概會用這些事情 來思考 成本的差異 然後另外 差異化怎麼樣去不同 好 那另外 集中 怎麼樣去集中 我的資源 集中 讓客戶很明確知道 我在做什麼 好 不然 什麼都做 也什麼都不會做 雖然現在 什麼都慢 什麼都勤快 但是呢 除非你是那麼大的一個結構 和規模 好 那所以 電子商品對整個 醫療機構的影響 大概有這些 而且這個基本的影響 不失我們剛才說的 降低成本 降低我工作和時間的成本 加快我反應的速度 那只不過是在 面對客戶的時候 怎麼去說明 所以有不同的一個角度 來做這個事情 那整個醫療機構的這個 產業 利用電子商品 大概有這樣的一個結構 那特別是我們 醫藥 大概有這樣的一個試行 那 醫院和藥局之間當然關係 那一般的診所和藥廠的關係 那我們藥廠的供應鏈 有這樣的一個結構 那特別台灣 有一個最大很大的一個 藥品護流銷售 那它有相關的作業 那另外呢 現在有後期之秀 有同樣的其他競爭 醫藥網 它的一個發展方向 然後它的現代的狀況 那整個的另外相關的服務 我們這個梅依依在旁邊 拿著槍 拿我 很快的 那這個大概簡單的 跟大家看一下 那我就先到這邊 謝謝大家 感謝王陰瑞國士 那在商電子商務呢 他非常專業 也非常非常的有 有一套 那如果要跟他做結合的 剛剛有講 前10名的有打對折 第11名可能就沒有了 所以呢 要趕快抱你 先抱你 先抱你 先贏 神很大 好 好 那我們謝謝王博士 掌聲謝謝他 謝謝 王國威博士 王國威博士 大家在錦文科大 教資金序 以前在青銀科大 我們算起來應該是30年的老朋友 以前在那個中小企業處 黎昌毅當處長的時候 就一直在做一些叫做數位 數位還有很多的資訊 都應該做很多的專案 對 也弄得滿成功的 你都ok了嗎 好 那我們現在在 現在我們回到一個正題 就是說 因為我們世界亞生委 目前在那個 杭州 這兩年 這兩年跟馬雲的一些電子商務 都在杭州整合 因為每年我們現在在世界 大概10個城市 10個城市都做世界亞生大會 所以電子商務對我們來講 非常的重要 好 我們要請王雅玲董事長 來對WHO電子商務認證 跟國際教學應用 這部分 請他做一些說明 這算是一種教學認證系統 我現在由我們那個 杭州世界亞生大會聯合博士 WHO單位 拉下來 拉下一個系統 來做一些認證 好不好 好 我們掌聲 來歡迎王雅玲董事長 我來美語 謝謝 啊 謝謝 中文字幕——YK